嗨,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故事是 上台表演别害羞 戏剧节来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 大布先生是舞台剧《匹特潘》的导演 他问Titi和托托,你们都报名参加吗? 当然啦,Titi高兴地回答 那我们明天居宴见 托托却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托托搭拉着耳朵往居宴走去 Titi问他,你怎么不开心呢? 托托回答道 因为,因为,那里有我不认识的人 不用担心,大布先生会介绍我们认识的 他们肯定都很好 Titi安慰他 托托是个有点害羞的男孩 相反,Titi很喜欢结交新朋友 大家都到齐了 大布先生很高兴,开始介绍起来 现在,现在我们来先分配角色,然后朗读剧本 这会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要唱歌,也要跳舞,希望大家能出色地完成 托托托 托托觉得肚子隐隐作痛 他心想 要唱歌,怎么办,我可是经常跑掉的呀 你来当铁钩船长 大布先生对小斑猫卢尔说 Lita,你来当小铃铛 接着,他转过身边对Titi说 你就是温迪了 Titi高兴得哈哈大笑 托托却不停地摆弄自己的脚 托托,你来当 还没等导演把话说完,托托就打断了他 大布先生,我不想上台 大家都坚持托托应该参加 于是,大布先生提议让托托朗读一段台词 托托紧张得手心都在冒汗 他站在大家中间,尝试着朗读起来 托托的耳朵变得通红,脸颊发烫 双腿像风中的落叶一样抖得厉害 幻想,可以,我躲不下去了 托托最后说,他低下头跑到角落里去了 托托心想,大家肯定都觉得我很好笑 大布先生明白,托托是太害羞了 他对托托说 放松点,这很正常 去年圣诞节我们才一起表演过呀 你忘记了吗? 梯梯抢着说 但那是在家里,在家人面前 托托回答道 他很沮丧,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害羞 大布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 可以让托托也参加演出 你知道吗?我正好需要人帮忙 要不你来当我的助手吧 负责音乐和服装?怎么样? 大布先生留意到,托托的情绪好转了一点 又补充了一句 说不定明年你就有勇气上台了 排练的时候,托托一边放音乐 一边望着舞台上的伙伴们 大家都有一副好嗓子 可是,跳起舞来却是另外一回事 哎,你们的鞋子里面是有石头吗? 导演问 突然,托托走进舞台 TT,你应该这样跳 托托边说边给TT做示范 铁钩船长,最后你应该跳起来 再往旁边倒下去 说着,托托毫不犹豫地走上舞台 示范了好几个动作 大家都鼓起掌来 托托的脸红得像个西红柿一样 没想到你跳得这么棒 大布先生感叹道 接着,他严肃地说 你不能再当我的助手了 大家都轻压地看着大布先生 这时,他郑重地宣布 我认为你做剧团的舞蹈指挥 托托的眼睛瞪得像盘子一样大 这真是太叫人惊喜了 他开心得不得了 马上又想到了很多新的动作 几天过后 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 是时候排练谢幕的动作了 大布先生教演员们怎么向观众致谢 大家都开始练习激功的动作 托托,最后你和我一起上台 因为我们是舞蹈指挥和导演 什么?我也要上台面对观众 我做不到 谢谢您,大布先生 托托很感激 但还是搭拉着耳朵说 可我不想上台 为什么呢?大布先生不知道怎么帮托托克服害羞 他叹了口气 提议说 托托,要不这样 你在家里练练致谢的动作 到那天演出结束的时候 你要是愿意就出来谢幕吧 在回家的路上 托托心想 我肯定做不到 演出的日子到了 托托的心砰砰直跳 演出结束了 演员们都上台谢幕 那他要怎么做呢? 托托双腿发软 大布先生走上舞台 回头看着他 好像在说 怎么样一起来吧 观众的掌声响个不停 托托鼓起勇气 终于走上了舞台 演出很精彩 托托立了大功 导演激动地抱住托托 提提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你做到了 托托很高兴 他意识到 自己已经克服了害羞 嘿各位 我们来排练下一部舞台剧怎么样 大布先生兴奋地提议